那一局大概也影響到一分至兩分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次兩代在攻擊方面 他認為是蠻大的缺失 他自己也有今天賽型提到了 那在防守方面 他認為投手在看管一雷拋得遠 沒有做好 讓他們太容易的去倒雷 所以這也是造成他們一些失分的一個情況 所以賽後也就是他們變成是一個 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監討的地方 比賽是長時間的例行賽 當然不管是贏或輸 基本上都可以有一些檢討的空間 然後再去做一些學習 對 所以一雷的看管沒做好 跑雷的判斷沒做好 攻擊的一個戰術上的一個運用 他自己稍微頓了一下 所以他自己也自我稍微彈了一下 這一棒把球 大成了在左外野方向 是有點飛球 左外野手已經目送這個球給離開了 紅包圈 全雷打 哇 郭俊佑 在昨天天火 差一點是從木輪手中敲出 吹平比數的全雷打 不過那個球最後是出了界外 那今天這個球沒有出界外了 直接過外野的大牆 兩分打底的全雷打 也把二雷射的跑者高國慶給送了回來 郭俊佑昨天那個打擊的那個企圖性跟表現 然後事實上中島總教練是看在眼底的 所以今天就是讓阿倫先發 郭俊佑從他中外野在接球 鋪接那個企圖性的那個精神的表現 跟現在這個權力的拉達的感覺 對 說起來中島是用到人了 郭俊佑在今年球季的第一支全雷打 是一個左外野方向的兩分砲 那現在幫助統一師隊在二局的下半是2比0